自然的,大家都知道,海南这个地方呢,国际,国内,体育,运动,地点,是在海南,比如风房,马拉松,还有那个自行车,有国际性的自行车比赛。 我个人已经去了海南岛,六七次了,六七次,喜欢这个地方,我是第三代新加坡加拿大海南外衣第三代,我今天呢,在英伦体育仲裁也好, 在加拿大联邦法院也好,还是在中国大学给学生授课,我都有一两个研究生当我的助理, 所以今天呢,我也很荣幸也有一个研究生,他是我的助理,那尽管呢, 我的助理是唐佳英,唐佳英是华正本科毕业生,也是海南大学的法学研究生 第一呢,就是体育仲裁,为什么体育仲裁,不是这样的方式,解决体育的法律问题呢? 因为仲裁呢,不是公开性,还有呢,也可以省了很多时间,也可以省了很多费用, 所以这个优点是相当多 大家晚上好,我是许教授的助理和学生唐佳英,今晚我将协助许教授进行讲座, 那么体育仲裁又是包括不公开性,低成本,争力解决的及时性, 而且他在特定的运动或者国际比赛中具有相当的专业性。 第二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体育法的原则,体育法呢,最重要的是, 你们要知道在那个英美法律系统的standard approved, 是,你们也知道是,但是体育法,无论是普通系统,还是民法系统,还是在中国, 那个标准是足够满意,足够满意,这个是体育法的特色,足够满意。 第二呢,体育法呢,也不是普通法,也不是民法, 是融合在一起,体育法呢,的仲裁权,很少受到国家,国家法院的干涉。 体育法证明标准是足够满意, 适用体育法是可以采用常委政治规则,奥林匹克的宣章和国家, 或者是国际体育协会的章程是适用体育法的重要依据。 正义的范围,最主要呢,我在国际体育仲裁,大部分的案子呢,都是有关道德,体育道德问题, 好像兴奋器,或者是操纵,或者是占族的法律问题, 这些都是,都是体育法的区分问题。 体育法案件包括反兴奋器和操纵比赛中的道德争议问题。 中才程序的标准,中才程序的标准,就是什么标准? 英语是这个词,standard,standard of arbitral process, 这个系统要跟法院的系统一模一样,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最重要是公正。 体育仲裁,程序标准是公正。 刚才说到一个短信,另外一个参加者说,我讲了一点太快, 所以,我慢一点好吗? 宗裁条款,宗裁条款,宗裁条款是在哪里呢? 宗裁条款一般都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体力联盟的法规, 也带一些合同,赞助合同,是很普遍的。 宗裁条款通常能扩在一国的国内法, 或者是国际体育运动联合会的章程细则中。 宗裁程序,宗裁程序的系统程序, 都在一个国际或是国内体育联盟的法规。 为什么体育仲裁跟海商或者是民法的仲裁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大部分的体育仲裁,他们都是体育的专家, 他们已经有好多经验, 要好多经验当奥运位或者是国际体育比赛的仲裁员。 体育座裁员的行为不能超出其权限范围。 还有仲裁的优点是在哪里呢? 我已经提起了第一是省时间、费用, 还有仲裁员都是提议或者是奥运会有经验的专家。 但最重要的是,仲裁跟法院不一样。 法院是公开的, 但是仲裁可以有保密性, 这是最重要的。 当事人可以选择放弃仲裁常序的保密性? 这个第一跟第二是很重要, 第一就是transparency, 就是很透明。 第二是confidentiality, 就是保密性。 那假设是不遵守呢? 也处罚呢? 第一呢, 仲裁员或者是仲裁员的庭, 一个仲裁员还是三个没有国家法院法官的权利, 国家法院的法官可以下领一些好像是怎样下领保存台场还是证据。 仲裁员在好多地方也有这个权利, 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这个权利。 当事人一向仲裁委提交保全的书面申请, 但是仲裁委没有权利采取保全措施, 只能将申请交给法院, 由法院来裁定是否保全。 我们正在跟大家分享的是独立仲裁机构。 独立仲裁机构, 很多国内国际体育联盟的法规账层都有决决体育仲裁的条款。 好像英伦有那个Sports Resolution是一种体育仲裁厅, 在洛杉就是那个国际体育仲裁厅。 这样子有些道德的问题可以直接转给国际体育仲裁, 因为国际体育仲裁在洛杉的有好多年的经验, 他们有处理过一些兴奋剂的案子, 比如俄罗斯国家, 另外呢就是中国的孙养。 一般原相涉及反兴奋剂的道德问题的案件, 会交由国际体育仲裁庭进行审理, 因为国际体育仲裁庭有一批有经验的仲裁员可以处理这些案件。 国内法院的角色呢? 国家法院一般也不会干涉体育仲裁的裁权, 好像世界足球联盟的法规的章程, 二支球调管, 很清清楚楚, 提起这个庶民的调管, serve to recognize the club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 as the international supreme, 这个字是supreme最高法院, 对于竹琼区分的问题。 国内法院一般不会干涉由国家或者是国际体育组织提醒的体育法案件的仲裁床序。 各位朋友, 等到见, 刚才给你们等15分钟, 是网线联系的问题, 因为我人在新加坡, 很道歉。 法院有些情况可以影响, 但是小, 很少, 很少数目的情况下的形状。 就是国家法院, 我已经提起了多次了, 不会干涉体育组裁的裁决, 因为他们觉得, 最好是你们有什么问题, 等到最后才问我, 可以吗? 因为你们现在相量, 很多声音有时候, 我听不到, 对不起你们。 这里的他说是, 那体育的案子呢, 最好还是给一些不是律师, 来解决法律体育纠纷的问题, 有一个案子在这里, 这个是澳大利亚的Football, 在澳大利亚, Football不是足球, 是澳大利亚的一种运动, 有一个案例, 国家法院不会干涉众裁庭在体育方面做出的裁决, 正如教授刚刚所说的。 还有呢, 我提起那些任何案例, 假如是有兴趣看, 跟我分析这些案例, 澳大利亚的, 还是英国的, 还是加拿大的, 网练你们, 我可以转给你们。 为什么, 什么原因呢? 司法, 为什么, 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 国家法院, 不会影响, 体育中才的产权呢? 那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 有一个很有名的, 上述法院的法官, Lord Justice Groton, 他有这个意见, 他的意见是, 国家法院不是一个上述法院, 不是基督部的办决, 或者是中台庭的裁决, 可以上述到法院, 法院不是第二等, 不是一种上述法院, 所以英文这个词呢是, The court is the court, it's not a court of a peer, 不是上述法院, 从 decision, 就是 of committee, of club, 就是俱乐部的委员会的判决, 如果俱乐部委员会可以公正地做出决定, 那么这个决定不能被上述到法院? 双方同意西亚的临时仲裁, 临时仲裁呢, 在英伦我们, 把临时仲裁就是, 就是临时仲裁, 第一呢, 最重要点呢, 在中国, 中国法律不允许临时仲裁, 但是, 有些特别的情况, 好像, 国际田径比赛在北京, 或者是, 夏奥运位在北京, 有临时仲裁, 但是这个是很特别的节目, 特别的节目, 因为我在, 夏奥运位的时候, 那我也是田青玲珑的, 的仲裁员, 第二呢, 最重要的是, 单次人, 可以同意, 在国外, 单次人, 可以同意, 有临时仲裁, 假如他们的, 仲裁条款,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临时仲裁, 中国足球, 几个案子, 都是经过, 临时仲裁决, 两个案子, 一个是, infield, 足球俱乐部, 虽然在中国法律中, 没有规定临时仲裁, 但是在国外, 临时仲裁, 写他们的协议中, 包含仲裁条款, 那么是可以适用, 临时仲裁的, 好, 现在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 新加坡法庭的权利, 还有新加坡的仲裁庭的权利, 新加坡的仲裁庭, 有这个权利, 有这个下令, Security for cause, 就是, 律师费, 还有仲裁庭费, 的当道, 到就是15分钟, 好的, 25分钟到即时开始, 第二呢, 也可以下令一些保存证据, 也可以下令保存一些财产, 这是非常重要, 他们的仲裁庭的权利, 在新加坡, 这是不会超过两年的时间, 他们的权利是跟国家法院的权利一样, 新加坡政裁法庭最为重要的权利是, 为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而采取了政治保全, 或者临时监管措施, 现在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非常重要的, 就是那个仲裁条款, 是有独立性的, 独立性, 英文呢, 就是这两个字, Arbitration Clause, is a separate, independent contract, 就是呢, 假如是, 那个主要合同, 是没有效果, 但是, 仲裁条款, 是有效果的, 这是清清楚楚, 在地区的条款, Arbitration Act, 就是英国的最重要仲裁宣法, 英文呢, Arbitration Agreement, 就是一个仲裁合同, which intended to be part of another agreement, whether or not in writing, 书面呢, 还是不是书面, 怎样呢, 也不会影响到, 最主要的是, Arbitration Agreement, 就是那个仲裁条款, 是有独立性的, 仲裁条款, 具有独立性, 组合同可能被认定无效, 但是仲裁条款是有效的, 我也知道, 从我的一点点经验, 在北京上海, 在很多仲裁条款, 在很多合同, 在中国, 仲裁条款, 也是有独立性的, 仲裁条款, 就其管辖的裁定, 就是在英伦那样, 新加坡也好, 那个仲裁庭, 仲裁员, 有这个权力, 权力, 下领他自己的管辖权, 英文这个字, 就是在英伦的宪法, 三十二条款和三十一条款, an arbitration tributer, is vested with the power, to rule on its jurisdiction, 就是仲裁庭, 有那个法律的权力, 有那个法律的, 这个他可以下领自己的, 自己的仲裁决定, 开始呢, 他就有这个, 仲裁之前呢, 还是任何时间, 他都有这个法律的权利, 仲裁庭有权就其管辖权, 做出裁定, 这是非常重要, 他们的管辖权, 一定要有的, 没有管辖权呢, 一个仲裁厅, 还是仲裁员, 就没有这种法律的权利了, 他们可以, 一个仲裁员, 可以仲裁, 之前呢, 还是开始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权利了, 这个是法律的权利, 仲裁前序中的沟通, 仲裁前序中的沟通, 很重要的是, 两个仲裁员, 还是一个仲裁员, 三个仲裁员, 也好, 他们呢, 假如是跟一个当事人, 沟通呢, 是不允许的, 假如是要, 跟当事人要全部在一起, 消息要全部很公开, 也要很公正的, 这是最重要, 英文这个词, The arbitrator is under a legal duty, 是法律的责任, to disclose all communication, 任何沟通, with one party to another, 一个当事人也好, 还是要沟通的时候, 要全部当事人在一起, 这就是最主要的仲裁规则, This is a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an arbitration, 那两个字很重要,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还有程序协议中, 最主要是这两个中文字, 公正, 公正是对全部的当事人要有公正, 还有他们的责任, 仲裁员的责任, 最主要是要有公正, 还有全部的当事人都要给一个同样, 同样理智的机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 来呈现他们的案子, 最重要的这两个字, 公正, 公正, 当事人必须有充分的机会, 在仲裁的听众会上, 陈述案件的事实, 和相关的内容, 现在我们提起就是证据, 证据和尸体权利, 就是证据, 证据在仲裁厅跟法院, 好多地方都不一样, 第一, 要当事人的证明人, 当事人的证据, 要合理, 要按照他们已经是决定的, 决定的一种程序, 还有仲裁程序, 要给最主要的是, 那个仲裁权是要有业述力的, 那个是最重要的, 没有业述力, 那个仲裁权就是一张纸, 那一张纸对任何, 包括言告也好, 被告也好, 没有什么帮助, 最重要的是第三, 就是当事人要同意, 他们的权利, substantive rights, 就是全部要有公正, 全部要平准, 还有他们的裁决, 是要有业述力的裁决, 依法进行的仲裁, 将场生具有运输力的裁决, 部中裁厅的管辖权, 他们的管辖权也是非常重要, 他们的管辖权是在书面的条款, 是在他们的仲裁协议, 或者是清清楚楚在仲裁条款, 第二呢, 仲裁厅, 仲裁员, 他们的选择怎样被选呢, 也是一个, 他们当方人已经同意了, 当事人同意了, 一个方式怎样选仲裁员呢, 他们就是要按照当事人的同意, 还有呢, 任何, 任何决, 仲裁决, 两方当事人也是要同意, 不然是, 没有有一个, 最好是有一个仲裁权, 是有可以, 有进行性, 没有进行性呢, 只是一张纸, 要有进行性, 进行性呢, 在哪里呢, 在很多国家, 进行性的法律就是, 那个New York Convention, 1956年, 在很多地方, 才可以进行, 中国呢, 也是, New York Convention, 的, 新加坡也是, 英伦也是, 所以呢, 我很有信心, 在, 有任何, 少了吗, 众裁权呢, 我可以在, 中国的众裁权呢, 我可以在, 在新加坡, 在伦敦, 进行, 有进行性的, 新加坡和中国都是纽约公约的地约国, 仲裁程序中, 当事人必须任何, 任何临时裁决, 或最终裁决的可执行性, 对, 那个纽约公约很重要, New York Convention, Remover of an Arbitrator, 众裁员的测弯, 怎样把一个众裁员测弯还是测掉, 何必申请到国家法院吗, 一定的, 有四个重要的原因, 普通法系统, 还是民法系统是, 一样的, 最重要的是, 假如是当事人有证据, 给有证据提起, 有证据给仲裁庭, 某某仲裁员, 是, 做事, 不, 按照, 不公正, 还有呢, 对两方也不公正, 还有另外, 第三呢, 一个, 仲裁员, 决决案子, 在, 仲裁庭, 要有reasonable dispatch to make an award, 就是写一个仲裁, 仲裁权的时间要有一个合理的时间, 最好是六个月, 最好是六个月, 有些在英伦的仲裁权, 两三年都没有得到他们的仲裁权, 这样子是对任何, 的当事人不公平, 在体育仲裁程序进行中, 一方当事人有权向法院申请, 更换仲裁员, 当事人可以提供仲裁员, 所惠受贵, 寻私舞弊, 枉法裁决等不公正的证据, 这四个条件, 在宪法里面已经有了, 就是条款, 英国的仲裁宣法1996年, 四个条件早已经有了, 最重要的是第二个, 就是一个当事人有证据, 给证据给仲裁庭, 说某某仲裁庭是 not impartial, not impartial, 就是做事没有, 做事不公正, 最后呢, 我的结论, 英文用了两个字, 为什么, 提议仲裁仲裁员呢? 还是受罪文赢的呢? conclusion, why sports arbitration is preferred? 从我的经验, 我在英伦, 已经当, 阿院诉讼律师, 已经超过了100个案子, 在英伦, 在加拿大联邦法院, 但是我知道, 假如是, 原告跟被告, 还是两个当事人, 经过法院决绝, 他们将来也不会, 一起做生命, 影响到, 很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感情, 在法院, 法院诉讼, 但是呢, 从我的一点点经验, 体力重裁也好, 海市仲裁也好, 商业仲裁也好, 最主要呢, 就是两方, 还有感情, 将来呢, 他们还可以在一起, 搞一些活动, 别忘记, 体力人才, 体力高官, 体力, 还有运动家, 国家代表, 需要合作, 最好是, 不要让他们的, 有些纠纷的问题, 还是, 不满意的问题, 选择呢, 还是认了法律的问题呢, 最好还是, 经过, 体力重裁, 解决他们的法律问题,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体力重裁是最受影响, 最适合解决体力去分的问题, 体育重裁呢, 首要优点是, 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 且重裁程序具有不公开性, 目前的许多国际国内知名体育赛事, 都在海南建有训练基地和比赛场馆, 相信体育重裁在海南将得到广泛的应用, 对, 为什么不在海南呢? 是很自然的, 你看, 我, 我已经知道了, 你们都知道, 海南是一个国内国家体育, 体育重要地点, 比赛地点, 是很多国内国际的体育比赛, 都在海南, 这样子呢, 海南将来肯定是一个很自然的, 体育重裁地点, 我对海南国际体育重裁厅非常有信心, 现在呢, 我接受45分钟的讲座, 关联这个体育重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